大家好,我是来自图灵科系的CORAL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一款全自动双头穿号码管管型端子机 这是我们的徐师傅 然后我想问一下师傅,就是我们这个机器的速度是多少呢 这台机器整体的产能在500条左右 然后这是我们机器设置出来的一个样板 我们请徐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成品,这个字和这个都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成中文或者英文,数字都是可以改 然后字多或者字少 还有这个管子的长度都是可以调节的 还有这个打的是两端针管端子 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机器的这些参数要在哪里受决 这个显示屏上面都是可以设置的 比如那个打印号码管的字体或者字符 你要改成中文或者英文都是可以调节的 还有这个管子的长度也是可以调节的 还有这个还可以旋转180度或者人像打印 或者数像打印 还有这个字体的大小都是可以调节的 那我们切换一个英文系统呢怎么切换呢 切换一个英文系统就是长按左上角三秒钟 可以看成中文和英文的系统可以随意切换的 那我注意到其实这边它有一个机器啊 我看到上面也是有一些参数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也是可以设置参数的吗 这个是叫上位机 这个是用于批量生产的时候 假如它要打很多产品 这些上面都是可以更改那个印字的字符 你要改什么在上面可以一律改好 还有线的长度 上面也可以一律改好 改好之后可以直接批量生产 就可以不用在触摸屏上面 打完一批然后再改一批 可以直接全部生产完 就是它可以一次性导入所有机器的一个参数 我们这里其实有一个导入订单的吧 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好像 我注意到它是可以联网的是吧 对的 这个可以联网 那相对于触摸屏的时候 它就是比较高效的一个 对的 它可以节约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还可以节约能力 在上面全部 一次搞好之后可以全部生产出来 不用每次去触摸屏上面更改 那麻烦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机器的一个工作流程 好吧 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步是 这台机器的运作过程是从前面开始 它先从前面这里切断这个线 然后开始剥皮 剥皮之后 它会有一个扭线的功能 要伸进去扭线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因为它要捅进这个针管端子 它需要扭线 把这个线给扭紧 就是它确保不飞丝 对的 它更容易捅进去 然后压好端子 它是切断的 穿完后马管 然后再打 正行管型端子 然后我们先去制裁 针管端子的线 然后前半部分就这么完成了 然后进入后半部分 好 在这一步 后半部分也是一样的 要剥皮和扭线 然后再进行穿管 然后再进行穿管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线是结束了 穿完后再进行打断 它都是这样子的 扭完线之后再捅进去 就更容易进去 所以它是关键的 我们的最终的结束 哇 真是完美的 我们明白了 然后再拉扭线 然后再拉扭线 这就是打出来的成品的样子 就是这样子 当然这个号码管是可以选择 和轰烤和不轰烤的 他们这种号码管是 梅花型号码管 这种是不能轰烤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去轰烤 但是如果换成可以轰烤的号码管 我们这里也有风枪可以进行轰烤 就是我们既可以选择轰烤 也可以选择 就只是穿管而已 对吧 这个是可以选择的 然后师傅 我这边注意到 这边有一个电机啊 它是什么电机呢 这个是一个3045电机 那它的座右是 因为这个切断和这个剥皮 剥这个线丝需要非常的精确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3045来控制 就更加的精确 不会伤同似 那我想问 就是这边的这块模具的话 我看到这里是有一个气缸啊 我想问这个气缸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灵烤的针管端子 它需要靠这个气缸来推动前进 然后来进行打这个针管端子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连续性是吧 对 那我想问这个 这个端子机 它属于是什么材质的呢 这个是属于固铁材质的端子机 就是属于一体成型的那种铸铁的是吧 对的 那我注意到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打端的光纤 如果它有时候 这个管输这个端子会进行损坏 它损坏之后可能会没打到端子 然后为了不影响机器的连畅性 它这里就会检测到它没有打到端子 没有打到端子之后 这个机器就会立马停止 然后并报警 来提醒你这里没有打到端子 就是确保产品的一个液量 那我们现在打开机箱看一箱 机箱的内部 那我们这里总共是有几个布竞电力机呢 这里是有17个布竞驱动器 然后还有三个三连伺服驱动器 还有两个信节驱动器 三个三连伺服驱动器 对了 这个三个三连分别是利用在一个前屏仪 还有一个是切刀 还有一个是后屏仪的扇子上面 那我们这边有几块主板呢 主板我们这里有 这边有两块大主板 是来控制整台机的运行流畅线 它的进行各种动作 都是由这两块大主板来进行控制的 旁边有两块小的主板 旁边两块小的主板是这个色带打印 我们自主研发的色带打印的主板 来终于控制这个色带打印的主板 这边是有一个衣装的贴神主板 对了 也有延伺服剧的几块 是这种贴神主板 是什么贴神主板 是一个贴神主板 是我们经允设的贴神主板